上几课咱们给新建了一个普通的web API项目 这几课咱们给这个web API项目增加更多的代码来看一下效果 咱们接下来就还是继续用原有的controller不变 或者你新建也行 咱们再新建一个在这添加再建议控制器 注意这时候咱们选择的是API 通用API不是MVC 因为MVC这儿的控制器 咱们不用MVC 咱们有web API的在这选择API控制器空 在这儿名字 这注意选择是API控制器空 这叫做是test 注意你看 route 这是API结尾开头 所以说咱们请有时候要以API开头 然后在这儿咱们增加一个方法 比如说public 这个一个什么呢 在这儿新建一个类 person一个人 record的类型 name年龄 接下来我这儿还有一个 比如说还可以保存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save note request 这个类的名字也就是随意定义的 我这是一个保存 我在一面里边我会发出一个请求 就是说我要保存一个变签 变签的名字是什么 变签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说一个title变签的标题 还有一个变签的内容 content 首先我在这个test里边 第一个当你向他发出这个get请求的时候 所以上下加一个htbget这样一个 这个attribute public 这个person get 我可以叫做getperson 那在这我return一个newperson 姓名杨中科 年龄18岁 然后我再建一个httppost 当我向他发出post请求的时候 由这个方法来处理 这个save note 他参数是这个save note request 当我收到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文件 保存起来 所以说这就 file 注意啊 这个因为咱们的这个controller base里边 也里边有一个方法叫做这个 有一个方法叫做file 可以用file 所以在这我要调用file这个类的时候 在这点不出来的 因为他认为你这是file方法 所以在这咱们只能写上这个file 类的全名sysm.io.file 然后咱们write outtxt 把它保存到这个文件里边 这样操作很不安全啊 我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title 然后 点txt 这样的话用户请求一个文件名 我就把这个文件 然后点保存到点txt文件里边内容就是咱们用户指定的内容 就返回一个OK 还可以把这个文件名单在这玩个花吧 弄一个数组没啥意义 这只是为了演讲一下这个外边的用法而已啊 在这返回一个数组 是真 一个OK 再一个 title 行吧 就这么搞 咱们先来看一看结果 咱们再来说这个东西 啊 在这啊 咱们就可以通过非常可视化的形式来请求这个 当然咱们现在先不可视化 咱们现在这个自己先手敲这个请求 你看在这 API 因为咱们这是API开头的 然后接下来呢是controller的名字test 像他发get请求 你看他返回的是不是就这个呀 哎 返回的是不是就这个呀 那么 咱们在这个浏览器里边直接发post请求不太容易 所以post请求咱们直接到这来发吧 你get请求 在那展开你看 这有test whether forecast 两个controller对不对 咱只管这个get 咱们再直接一点去try it out execute 那在这直接就发出请求 然后拿到响应了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试验一下这个post请求 在这呢 点击try it out 因为post请求咱们要带这个请求体 请求体呢 你看这是参数嘛 就代表说咱们要在扣端向他发请求 那么咱们请求底 格式要和这个对象有关 你看咱们这个对象里面 是不是就有两个属性 给title content 你这个swagger特别方便啊 他把你请求底都给你 模板给你建好 你只要改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是吧 我叫做hello 内容 我是梁中科 你看 这就是json格式的 title属性的值是他 content属性的值他就是他 所以这个swagger特别方便 帮你把这个呃 请求的格式给你弄好 你知道填内容就行了 点击execute 你看反响应的内容 你看底下这 success200 是吧 这还有响应内容 你看响应内容 在response body一样 这个内容比较多啊 你看他的这个 这request body 这就是请求的内容 你点击execute 他就向服务器端发出这个请求 然后的话呢 response 这就是服务器响应的内容 这响应码200 成功了 对不对 让响应内容就ok hello 因为咱响应返回内容是一个数组嘛 所以他在 是一个这个 响应内容是个数组嘛 所以这个夫妻自动帮咱把数组 反这个虚拟化成这个json数组了 拿到就这个了 看到了吧 你看咱们包括f12看看 浏览器帮咱们发出请求 你只要点一下这个execute 浏览器是不是也自动帮咱们 他发出了一个post请求 请求地址是这个 然后内容是这个 响应的内容就是这个 ok 只不过swagger自动帮咱们的这个 帮咱们把这个请求处理 帮他搞定了什么 咱们自己再去 再去搞这个请求 响应 ok 这就是整个这个swagger 用起来特别方便的地方 呃 那么咱们发出请求 你看咱们请求路径 其实都一样的 你看咱们的get post 路径是不是api test呀 由于咱们请求的方式不一样 一个get请求 一个post请求 所以咱们发出post请求的时候 由他来处理 因为咱们这个方法上标注了htg post 所以发出post请求的时候 由他来处理 发出get请求呢 是由他来处理 因为咱们在这个方法上标记了get 所以说这个是和方法的名字 不是没关系 咱们在这get person save note 你看和咱们发请求的时候 咱们用管这两个方法的名字吗 是不用管的 你只要和这个请求 发出不同请求类型就可以了 在请求这儿是看不到服务器端的方法的 请求这儿是看不到服务器端方法的 由服务器端跟你请求的这个 是get还是post 或者还有什么delay的put 这个请求 来决定你的请求 有哪个方法来进行处理 ok 理解这意思吧 然后咱们请求的这个内容 如果post请求 那么咱们响应体 要这个请求体的格式 要和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 请求体的格式 要和你的这个action方法的这个参数 这个类型保持一致 这是咱们的这样一个 外围API的一个用法 ok 大家感受一下吧 刚开始接触可能感觉比较麻烦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发现这个特别的简单 因为咱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controller这玩意 我只管 处理请求 然后返回给你数据 具体数据怎么展示 我不管 ok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外边一篇 大家自己去学习这个很简单的项目 理解了之后 咱们继续往后边来进行这个学习 当然可能读者学到这时候 如果说你之前对于http协议不太了解 比如说什么叫做get 什么叫做post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这次你这种不了解的话 可能到这就懵了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你先把http协议好好去看一看 然后你再去听我这东西就明白了 否则你会感觉云里无理 OK OK